明星们的小无奈 王东成代言女星用品被调侃 俗话说得好 女人和小孩的钱最好赚 占领消费市场半边天的女星用品 一直是明星们你争我夺抢代言的战场 只不过这个战场原本只是女明星在打 却不想近几年男星也一军突起 没凶没躁的代言起了卫生巾 其中的佼佼者就是把卫生巾代言的天下皆知 江湖人称大衣服的王东成 说起这个称号 王东成无奈中又透着点跨界成功的小德意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暖男的形象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可以替自己的另外一半 甚至是一些女性友人 分担一些这方面的事情 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温暖男生的事情